三岁华一女童一遭年轻舅舅 以力气连统三十下 浴血倒在家中储藏室 小死者被发现时 身上盖有摆布 送医后证实死亡 命案发生在昨晚九点三十分 与甲洞花园一间双层排屋 亲友获知此事之后 今天赶到现场了解状况 显都警区主任穆努沙米说 事发时女童的二十一岁舅舅来访 并和女童在楼下玩耍 女童母亲则在楼上照顾婴儿 没想到就发生悲剧 警方徐扣逮捕这名舅舅注查 警方会深入鉴定 嫌犯是否有精神问题 或是曾经吸毒 但奇怪的是 警方没有在现场找到任何凶器 目前将援引刑事发点 第302谋杀条文调查此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